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看到的就是说现在在香港社会对美国中期选举这个结果好像关心的不是特别普遍 一般的市民就认为美国中期选举对自己关系不是很大了 主要是唯一的关系就是一个中美贸易战能够对香港产生什么样的效应 那么同时他们也认为美国中期选举这个结果这个效应是很难预测的 因为现在政治非常复杂 那么美国国内的政治他们也不是特别懂 共和民主两党他们对这个政治的利益分配啊 还有对一些外交政策对一些特别是香港的地位啊 他们所以一般的市民也也也不太去研究 他们主要是关心香港本本地的事务 那么真正关心这个中美这个中美美国中期选举这个呢 主要是分那个泛民阵营的那个建制阵营两派了 都是一些学者啊 这个谈论的比较多 一直是媒体人呢 那么泛民阵营呢 就普遍认为呢 就是这个川普啊 虽然失去了这个众议院的多数席位 但是好像并不是惨败 因为原来是预测可能会失去多一点的议席 但是实际上呢 失去的议席还是比较少 只是这个 那个比那个当时的民主党那个 要是以前的情况呢 好像是这次共和党的失去的不是那么惨 好像比预计中要好一点 因为已经预计到呢 会失去一些议席 但是并不是很差 所以呢 这个并不会妨碍这个川普啊 这个短期的施政的 那个他们主要是觉得中期选举呢 只是一些选民增加了对执政党的不满 特别是一些女性的选民呢 可能是投票多反对这个川普的一些政策 整个投票率也高 所以 即使民主党现在是得了多一点的众议院的议席呢 但是实际上也没有找到很多的方法 来动员更多的人 这个离开川普的阵营 而且 如果是未来一年呢 还没有出现有魅力的 这个新锐的领导人来洗刷这个民主党的形象呢 还有提高这个民主党的魅力呢 那么在2020那个总统大选的时候呢 民主党的形势也并不是很乐观的 这个搞不好呢 可能再次失去这个对众议院的控制权 所以对这个共和党来说呢 他们就认为啊 这个川普还算是赢了 赢了一仗 因为他们继续可以控制这个参议院 那个众议院是成为少数 但是那个议席啊 这个数量呢 还是保持在200个以上 基本盘是保住 那么忠实的支持者呢 就并没有离他而去了 那么那个香港的南华早报 以前的有一个资深的评论员 叫林和利的 他对中美的关系研究很多 而且特别是对中国大陆的政策 长期的研究 那么他就说呢 就是过去这几个月呢 中美之间这个贸易战 美国对中国这个 采取了一个很强硬的政策 这个比如说贸易啊 南海问题啊 对台授武啊 还有针对中国高科技的发展 对这个购买这个俄罗斯军备 而制裁中国的军方高层啊 还有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啊 这些很强硬的手段呢 都是共和民主两党的一个共识来的 并不是说民主党就反对的 是吧 那么也是美国知识界的共识 你说民主党那个 那个众议员的领袖啊 那个佩洛西啊 他是当了三十年的议员 对中国一直都是很强硬的 甚至他是跟 中国的海外的民运人士 也是关系很密切的啊 这个 所以他 应该在 对中国的问题上呢 他也是 在某一些方面他也是 会同意这个共和党采取的一些政策 反而这个川普他们呢 对这个海外民运啊 对这个中国的一些异见人士啊 还有一些民主的 软实力输出啊 并不是很重视 这些年他也取消了很多资助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民主党的佩洛西他们呢 反而 可能会增加对于中国这个 民运人士啊 一些那个异见人士啊 这个支持可能会加大 那么香港的建制派人员的人士呢 又怎么认为呢 他们就觉得这个 可能比较好 这个情况 因为 如果川普在众议院失去了一些 成为少数了 那么中美贸易战的可能会由此熄火 啊 这个11月份 这个川普和习近平这个会晤呢 可能会达成一些临时的协议 有助于这个双方再深入谈这个 这个贸易问题 可能会减缓这个火力 那他们是有点乐观的 就是这个建制派的方面的那个人员 那么 当然他们也希望看到 共和两党 处于一个势均力敌的状态 不是 共和党是一家独大了 您觉得什么原因 让共和党失去了众议院 这个初步的分析就是 投票率是增加了 因为上次 这个川普呢 是 那个赢了这个总统这一战 很多人就觉得很意外 那么可能是归咎于呢 有一些选民的认为这个希拉利肯定赢了 就所以忽视了去投票 那么这次他们看到 如果他们再不投票的话呢 他们表达的这个支持 可能就会走样 可能比如说他们要支持民主党 因为不去投票 可能让那个共和党赚了便宜 所以这个投票率是增加 还有一个是女性的选民呢 可能对川普的反感增加 因为在川普的执政期间 还有一些言论呢 是对女性啊 这个是不敬的 而且有这个很明显的 种族主义的情绪和味道 所以川普这个激进的政策呢 是受到的那个美国的精英阶层的反对了 主要是一些大企业 一些那个高级知识分子啊 或者一些那个学历高的人 还有一些女性啊 这个东西都是偏向于反对 那个川普的激进政策 特别是在一些国内政策上面 比如说通俄门的调查 为什么经常是深入不下去 或者经常有阻力 他们就认为是川普在那个背后操作 还有这个川普这个炮妞这个案子 那个给了那些言口费啊 就是一些封口费 这个东西也不透明啊 这个也是总统本人不应该有的一种 那个道德上的一种一种问题 是吧 虽然炮妞这个东西 对于川普以前都无所谓 但是他作为总统的身份来讲呢 确实是有问题的 在美国这个社会里头啊 这跟欧洲也不一样 那还有这个川普家族的这个 偷税漏税的一个 前段时间媒体爆出的一个丑闻 怀疑他们偷漏了很多税 还有川普的一些政策 比如说难民政策啊 出生权的美国籍啊 问题啊这些 都是引发那个很大的争议 这个社会 美国社会也是分裂 分裂了两大群人 这个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什么原因让这个共和党啊 失去了这众议院呢 这就是两派 共和民主两派的选民呢 基本上力量是差不多 而中期选举显示了 民主 民主党这边的支持者呢 稍微多一点点 虽然比例不算是很大的优势 但是呢 起码是多一点 一些中间的选民可能是 这次加入了投票的行列 所以 这个共和党就失去了一点意习 但是这个当然不是说失去很多 但是毕竟还是让民主党掌握了这个众议院的控制权嘛 是吧 那个川普的本身的内阁啊 那个高级官员也是纷纷离去啊 要换马 这个这两年是非常频繁 也证明这个川普的这个个人的施政作风啊 整个理念啊是比较不是那么这个合群 还有比较独特 你说他正确也好 错误也好 但是他主要是要看他的忠实支持者 现在的态度 因为他的忠实支持者主要是一些中下阶层的人 一些蓝领啊文化程度不高啊 还有一些白人啊 那个有点种族主义倾向的白人 那这一点就看他的 他的那个力量的比例怎么样了 香港人如何评价川普总统 香港人呢就是 总的来讲对他的印象就是说 他没有一般政客的味道 只是一个商人 或者说一个粗人 而且表现欲非常强的一个商界人 或者一个政治领袖 那么川普呢 他也很缺乏这个政治上细腻的手腕 不像一般政客这样啊 这个搞很多虚伪的呀 一些虚的东西啊 他就是川普就不客套 也不虚伪 口无遮拦啊 那么代表了一个什么呢 代表了一个这个当今那个社会啊 有一种反建制这个时代啊 那个 比如说他那个 代表了一个中下层劳工 劳工阶层 他呢 那个又喜欢去表露这种情绪 为他们说话啊 这个也不断的出境 这个讲的语言呢 又比较大众化 比较那个通俗化 那么这样的时代呢 这个已经是具有一个 那个整个世界啊 都好像有这种普遍的存在 这种情况 比如说菲律宾啊 巴西啊 甚至巴基斯坦啊 什么这些都是一些 当地一些比较右翼的 一些代表中下劳工的 中下阶层人的人 容易冒头 所以呢 香港人也认为呢 这个 川普啊 怎么样 做的怎么样 跟自己的关系 好像不是特别大 只要不影响自己的生活就行 是吧 因为香港毕竟 不是美国的体制 香港 毕竟还是依靠着这个大陆 这边啊 中国大陆 只要这个美国对香港的 这个特殊贸易地位啊 这个不改变 那就行了 对吧 因为目前那个香港跟美国的关系 还是比较密切 主要是在贸易的关系上面了 因为香港本身是一个自由港 没有税的 除了这个化妆品啊 那个烟酒以外 其他东西都是免税的 所以美国的企业也很喜欢在香港这个做生意 也喜欢在这个香港作为一个亚太区的一个重要的商务商业基地 所以在香港来讲呢 有一千多家的美国的企业 美国的商人家属啊都都接近有十万人 长居在那个香港 所以美国人对香港这个地位还是非常重视的 这个对香港的政策呢 我看不出这个短期的有改变这种可能了 因为老实说 那个美国和香港的那个贸易 这个是比较频繁 即使很多美国的农产品 到不了中国大陆 但是他们在香港是那个 是很顺利的很顺畅的 是吧 这个这个市场对美国人也是很重要 所以 所以你说香港人怎么评价这个总统 他们只是作为一个局外人来一个观看了 是吧 现在还没有对他们的生活啊 利益各方面那个造成 这个很大的影响 只是他们潜在的有点担心呢 就是中美贸易战 如果是继续打下去 那么对香港这个中小企业 还有香港的一些生意啊 可能会受点影响 但是作为普通的市民来讲 他们也不会去管那些中小企业的 是吧 因为香港现在就业很充分 香港政府也很多钱 很多储备 所以他们倒是没有这个近期的担心了 您认为中期选举的结果 对中美贸易战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个中期选举以后呢 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啊 这个我觉得贸易战的这方面 应该是不会怎么改变的 这个贸易战应该还是 该打还是要打 这个即使民主党 这个控制了这个众议院的话呢 也不会说主导这个熄火 因为在这个贸易战这个问题上呢 民主党跟这个共和党这个矛盾呢 争议不是很大 只是有一些方法 有些程度不同而已 现在主要是要看美国的大企业 这个他们的态度怎么样 美国的大企业对民主党的影响怎么样 如果这些大企业 这些农民对贸易战很反感 那可能他们会增加这个游说的这个 这个加大这个力度 因为他们毕竟民主党有很多资金啊 有一些竞选的一些力量啊 都是来自一些商界 所以就看这个商界 对这个民主党的影响怎么样 如果对民主党影响很大 那个游说很多 那民主党控制的这个众议院呢 可能会想办法呢 就是减缓这个贸易战 带来了这个不利的美国的结果 现在关键就要看这个贸易战 对美国的不利因素 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还是不增加不减少 现在这段时间要观望这个事情 总的来看呢 现在就是说 目前民主党这个是不是主张减缓贸易战啊 或者怎么样改变一些政策呢 这个没有很明显的方向 我认为还是民主党还是专注于美国的国内政策 比如说最近有争议的一些移民法呀 一些出生权法呀 就是这些一些 还有国内的一些司法调查呀 对总统啊 那个通俄门啊这些 我觉得对这个中美贸易战呢 他们可能是要采取观望的态度了 比如说你这个中美贸易战 如果是对美国有利 那民主党肯定支持了 如果是对美国不利 慢慢是走向这个方向的话呢 民主党可能会制止 或甚至反对 那么所以我就 我就认为呢 就是中期选举 只是美国政治的其中一个环节 那么这个环节呢 每年的中期选举对那个执政党都是有不利的 那么执政党呢 就是如果要再继续未来两年 要做好一点争取2020那个连任的话呢 这个川普总统呢 他就会要想多点办法了 这个就是要让自己的施政要有效力 让自己的施政呢 要有利于美国 有利于美国的那个企业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 就是他会成功 如果是处理的不好 贸易战 这个对美国不利 影响美国的就业 这个逆差不断的扩大 那跟中国也谈不拢 那这个情况下面呢 就是要看这个他跟共和党跟民主党的那个他们的力量的较量 看看那个谁能够占上风了啊 当然这里头也有选民的一些作用 现在我们看到两边的选民其实力量都是比较均等啊 目前只是民主党方面的选民少为占优一点 那么也要看未来两年的施政情况了 川普的移民政策对香港人有影响吗 这个香港人呢 这个移民美国呢 我觉得这个趋势呢 就是其实也无所谓 因为香港人该走的也已经走掉了 有很多还返回来了 比如说回流啊 从加拿大美国回流的香港来找工作呀 那个毕竟现在这个经济最活跃的地区 还是这个亚太地区 靠近大中华这个圈子里头的机会比较多 所以香港人移民呢 他也不单只是去美国 也比如说他们去加拿大呀 澳洲啊 欧洲啊 这个都都很多国家都是他们移民的热点 呃 所以我觉得香港这一代的人 比如说年轻一代 他们要移民的话呢 他们好像也不是说特别的热衷于移民 呃 你说本土派 他们也没有钱去移民 但是他们也确实喜欢待在香港啊 就是抗争很不舒服呀 他们也 因为香港是他家里啊 香港是他家 那干嘛要离开 是不是啊 香港老实说 呃 如果一国两制还在 如果香港的生活方式不变 啊 呃 不管政治怎么变化 但是呃 经济上不变 呃 税务上不变 自由港地位不变 金融中心地位不变 那香港也是个很好的地方 对不对啊 所以香港人呃 你说热衷于美国移民 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 不是很 程度不是很大 不像那个中国大陆一些人一样 呃 香港人呢 去美国他也很方便 比如说 美国对香港的那个签证的政策 比如香港的永久居民 一般第一次就可以拿到十年的多次进入美国的那个签证 所以这一点呃 呃 也是很自由 呃 也那个进入美国以后可以连续呃 呃 逗留半年啊 这一点对对香港人去美国旅游也好 探亲也好 或者呃 短期工作啊什么都 我觉得都没什么影响啊 这个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个移民政策呢 对香港人影响不是很大 那个反而对中国大陆啊 有一些人老想去美国的生孩子 拿到美籍啊这个东西可能会影响比较大一点 呃 所以这个美国的政策不管怎么变吧 反正在香港如果是没有大变 呃 香港人还是愿意待在香港 呃 这个走法律漏洞啊这种机会美国是比较少 而在香港啊大陆啊这个呃 这种情况呢就稍微多一点 那么所以这个浑水摸鱼的机会也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香港很多香港人还是愿意留在香港 是吧 既然他们很有自由经常有自由去西方很很方便 那在这边生意又多呢 何乐不为呢 对不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川普这个移民政策对香港人的影响是不大的 彭凯先生认为 普通香港人对美国中期选举并未特别关注 他们关心中期选举后中美贸易战的走向 今年的中期选举参加投票的人数明显增加 其中妇女群体明显支持民主党 新一任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一直关注中国人权 六四大屠杀事件发生后 他曾在天安门广场外静坐抗议中共的暴险 彭凯先生认为 川普的移民政策对香港人没有大的影响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彭凯先生